各位同学,在这个小节我们会推导出圆筒形同步机的功率的传输 那么包含了时工以及虚工的运转 这个小节我们也会推导出电力系统中的2Bus System的功率传输 因此是蛮重要的一个小节 各位同学,如果你准备好的话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小节一起学习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稳态功率 这边两个交流电压E1跟E2 那么它们之间呢由主抗Z来连接 那这里的Z包含了R跟JX 那产生电流我们称为I 那如投影片的电路图所示 那这里我们把红色圈圈的地方 我们称之为同步机 那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子E1R跟X的这个把它看作是同步机 那这边我们由向量可以推出来 那么E1就会等于E2加上I乘上R加上JX 那么我们这边知道同步电机中 那么电输电抗X呢通常是大于我们的电输电阻R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将R忽略 那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写Z等于JX 那么因此呢E1等于IZ加上E2 那么I就会等于E1-E2再除以Z 而Z就会等于JX 那这边我们假设 E1领先E2 的向位角为Delta 我们把式子写出来E1 就会是等于 这个E1那么角度Delta 所以就会是E1乘上EJDelta 而这里的E2呢 那么由于角度零度 所以就直接会写成E2的绝对值 那么两端所需的时工 那么P1跟P2呢 我们可以分别写成是P1等于Real的S1 所以这边写RE RE代表Real 而S1呢就会是等于E1乘上I Conjugate 那么这里的P2呢 等于Real 那么就会等于Real的E2乘上I Conjugate 两端所需的虚工呢 Q1跟Q2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IM S1 那么IM这边呢代表Im Imaginary 那所以Q1就会等于IM S1 等于IM E1 I Conjugate 而Q2呢 就会是等于IM S2 那么等于IM E2乘上I Conjugate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I I是等于E1乘上CosD加上JsinD 减掉E2再除以Jx 那我们稍微化解一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I等于E1SinD除以X 加上J乘上E2除以X 减掉E1cosD再除以X 好那我们找到电流了 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的E2端的四载功率 或者是总功率S2 所以这边S2 会等于E2乘上I Conjugate 那就会是等于我们E2 再乘上我们刚刚找到的电流 那么再把我们的虚部 那么把它这个Sin把它变成负的 那所以我们这边化解一下 那我们S2就可以得到是 E1乘上E2除以X乘上SinD 那由这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实部就是我们的P2 那么P2就会是等于E1乘上E2除以X乘上SinD 而我们的虚部就是我们的虚公的部分 那么Q2就会是等于负的E2的平方除以X 减掉E1乘上E2cosD再除以X 那同理我们可以找到我们E1端的四载功率S1 那就会是等于E1乘上I Conjugate 那这边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得到是E1乘上E2除以X乘上SinD 加上J1乘上E1除以X乘上E1减掉E2的cosD 那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P1 仍然是E1乘上E2除以X乘上SinD 那么这里的Q1呢 那么这里的Q1呢 是等于E1除以X乘上E1减掉E2的cosD 那如果我们把Q1减掉Q2 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会是等于E1减掉E2 那么刮号的平方再除以X 那所以由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两端虚功的X 那么刚好为电感所消耗的虚功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P1等于P2等于E1乘上E2除以X 再乘上SinD 那么而最大的功率传输呢 就是当Delta是等于90度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P1max等于P2max 会等于E1乘上E2再除以X 那么如果当Delta大于0的时候 那么电力的潮流呢 是从E1到E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称E1为发电机 那么如果呢Delta是小于0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电力的潮流呢 就会从E2到E1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E1为电动机 那如果说是三项系统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P1跟P2呢 就会等于三倍的E1E2 除以X乘上SinDelta 那所以最大的功率传输呢 就会是三倍的E1乘上E2除以X 那么如果一个三项同步电机 那么产生的电压EA 那么经由同步电抗XS 连接到电力系统 而这个电力系统呢 可以被代为您的等效电压V1Q 以及它的等效的这个主抗JXEQ 那么所代替 那么如投影片的右图所示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我们可以算出这个电机所消耗的时工呢 基本上就是P等于三倍的EA乘上V1Q 除以XS 那么加上XEQ 那么乘上SinDelta 那这里呢 我们就假设EA超前V1Q 那么Delta的角度 那所以基本上呢 这就是我们三项的电力系统讲的 所谓的Toolbox System的一个公式 那所以呢 基本上你只要看到 两端的电压 以及它中间的主抗 那所以这边的P呢 就会是等于两端的电压相乘 再除以它们中间的主抗 那么再乘上 它们之间的角度差 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题 那么一个三项 75MVA 13.8kV 那么XS 1.35 per unit 连接到一个外部的系统 那外部的电力系统呢 由这个戴维宁的等效电路所代表 那它的等效的电压是1 per unit 那么它的电抗呢 是0.23 per unit 那么这里呢 IF呢 我们得出来是297A 这是开路实验所得到的 那么是求A 如果当EA等于1.0 per unit的时候 那么求提供给外部系统的最大功率 那么B 那么求电流与端电压 那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右边的图形 那么我们这边 我们的电压 我们的电压 这个 同步机的电压 E那么角度是Delta 那么那么同步的这个电抗呢 是1.35 per unit 那么 那么 这个电力系统呢 它的这个等效的大约0电压是1 per unit 而它的等效的这个电抗呢 是0.23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Power Transfer 那因为系统是标要化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三倍的关系 那么就是 不会出现在四子上 那所以我们这边 Pmax 就会是等于EA乘上V Equivalent 除以Xs 加上XEquivalent 所以就会等于0.633 per unit 那么 在B小项 那么我们首先先把电流求出来 所以IA就等于1 那么角度Delta 减掉1 再除以我们的这个电抗值 所以 J 1.58 那这边 我们要找它的 Terminal电压VTA VTA 基本上就是等于VEQ 加上J XEquivalent 乘上IA 那我们这边得到的是 1加上J 乘上0.23 除以J 那么1.58 那么 乘上1 J Delta 减1 那本小节的重点 那么 第一个 两电压源 那么E1 那么角度Delta 那么跟E2 那么他们之间的电抗 如果为X 那么功率传输呢 就会是P 等于E1 乘上E2 除以X 乘上sin Delta 那么第二个 由上面的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P 那么基本上呢 是跟Delta 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么但是呢 跟X呢 有一个反比的关系 那这个是我们使用的参考文献 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讲述同步发电机的基本原理 那么以及推导出其等效电路 我们呢描述呢 如何利用开短路的测试呢 来找出的同步电感 那么最后呢 我们也推导了圆筒型同步机的功率传输 这些观念呢 在电力系统以及电工机械呢 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同学呢 一定要把它们弄明白 那么如果各位同学都了解这些单 这些观念的话呢 我们一起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学习吧 谢谢大家